电影导演能想象出来的几乎所有画面都能在荧幕上成为现实 我们制作想做的任何画面都没有技术限制 索尼电影画面制作公司的史密斯表示 今天的电脑处理能力和速度 使数字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真实 史密斯的惊人的蜘蛛侠续集制片组 创造了一个时报广场 跟纽约真的时报广场真假的变 商店里有灯光照亮商店里一些地方 我们把灯装在那里 我们把街上的灯光输入电脑 仿照真实世界以假乱真 但是南加州创造性艺术研究所的德贝维奇说 对世界效果艺术家来说还有一个挑战 德贝维奇使用这个灯光平台 扫描人物的脸创造数字克隆形象 我们仍然在努力设法在影片中制作完美的人脸 德贝维奇说 2008年的影片《本吉明·巴顿骑士》是电脑造脸的最佳例证 这部影片造的是演员布拉德·皮特的脸 但是贝德维奇说 特效艺术家正在超越今天在世的影星 去年他们创造了已故亚洲流行歌手邓立军的数字克隆 让邓立军出现在中国流行歌手周杰伦的音乐会上 我们提供巨量信息 艺术家也付出巨大的努力 他们能够创造邓立军的面孔 他不仅演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 而且和周杰伦一起演唱了两首他在逝时根本没有写出来的歌曲 贝德维奇预计导演们将开始更多的使用虚拟制作技术 虽然看上去这不过是一堆昂贵的技术 但是这种制作方法最终会变得简便得多 使用虚拟制作技术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在幕后工作了 史密斯说 对演员来说 电影创造的场景也能显得更有形更真实 未来可能的情形是 如果我们能通过电脑中创造的虚拟世界 并把它放在拍片现场 使演员不在一个绿色的空白屏幕前表演 而是在一套虚拟场景前表演 那么最终的画面会变得更宏伟 演员将能感受到场景 但是视觉效果艺术家们同意 即便改进的技术 在虚拟世界创造的潜力还是 不能取代真人演员 在电影中演绎一个人物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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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